但我要告訴大家 禮拜五那一天喔 我剛剛講中山 忠孝東路後來也封了 對不對 在沒有封忠孝東路 濟南路 青島東路跟中山南路 從景福街到忠孝東路這一段全封 大概面積是多少你知道嗎 一萬六千平方公尺 一萬六千平方公尺 一平方公尺 大約可以占二到四個人 就是大家人人也能占二到四個人 所以就是三萬兩千人到六萬四千人 而且還包含來來去去 所以絕對不是蔡振元所說的一萬四千人 而我剛剛講的一點六平方公尺 是不包含忠孝東路的喔 所以禮拜五的人潮是非常多非常多 但昨天早上 包含蔡振元在污名 昨天這個禮拜五說只有一萬四千人 然後傅昆啟又說 這個是民進黨動員的啦 來臺北一日遊啦 我跟你講這也不是事實 因為人潮聚集進來是什麼時候 十點最多 晚上十點最多 你告訴我民進黨有本事 去動員人家十點 到中校東路去 到中山南路去 我要加入民進黨嗎 十幾年啊 我從來不知道民進黨那麼厲害 民進黨叫國會最大黨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一股力量 如果國民黨 民眾黨沒有聽到 人民會不會憤怒 會 這一股氣會記著 很快的二零二六年的選舉就會來了 所以我覺得到時候立法委員不會被處罰到 但也許會不是不會 不要以為不會 所有的議員會先被處罰 第二個 立委會不會處罰到 就是我要講的 罷免法如果來不及去修法的話 很多的立委在這一次啊 已經被列名單啊 有幾個贏比較少的啊 其中葉原資就是一個啊 就被優先列為要罷免的人啊 不過這種罷免不罷免 我倒是覺得那個不重要 最主要是人民他的自覺從這裡開始 不要以為人民是健忘的 人民不會健忘 所以大家記住 這個討論會持續 而且我發現這些年輕人 這些自覺的運動 他會 我覺得他會率先轉到基隆去 然後再從基隆蔓延到全國去 因為年輕人 尤其黃國昌 你截取了年輕人太陽花學運的力量 而逆襲了背叛的太陽花 所以太陽花年輕人會把當時 給黃國昌的力量給收回來 同時會把給時代力量 給民眾黨的力量給收回來 時代力量已經被收回來了 但是民眾黨很快就會被收回來 大家都等著看我的預言 我當時在兩個禮拜前我在這裡都講過 因為太陽花產生了兩個政黨 一個叫民眾黨 一個叫時代力量黨 這兩個政黨全部背叛了太陽花 掛太陽花的地方買 結果翻路回來背叛太陽花 所以太陽花年輕人會出來 把這個權力給收回去 大家都等著看吧 不過我要請教一下我們羅醫師 從院外院內你的觀察呢 我覺得這一次的運動大家永遠不要忘記 人民正在憤怒 從5月17、5月21、5月24到今天 剛剛有講說到底有多少人 給大家看這張圖 我在現場啦 我去啦 我跟大家講 我是從散島市捷運站出來的 我一出來之後就聽到一些 一聽起來就是年輕人的聲音 那是多麼悅耳的天籃 你是從散島市 我從散島市出來 散島市是忠孝東路 我一出來之後人都不亂 時間大概是晚上的快要九點 那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的年輕人站出來 做什麼事 他們要保護國家 各位他們沒有暴力 他們站在那邊疏導人群 他說現在人很多很多 大家沿著忠孝東路走 等一下走到中山南路就左轉 各位走到中山南路人更多了 非常非常多人 我看到很多民主戰車 上面站的拿著大聲控是什麼 都是年輕人 他們就開始在講 他們對於這個國會 有多麼深惡痛絕 他們對於這些賣台組織 有多麼多麼的討厭 所以我奉勸藍白政客 你們不要再躲在地洞裡面 想像那些不存在的事實 這些事情是自發的 而我相信沒有在現場 在家裡面摩拳擦掌 非常痛恨國會 痛恨我們說的國民黨跟民眾黨的人 其實更多更多 我們先定性一下這個活動 到底最近在做什麼事 各位有人講說 他們在做國會改革 真的是這樣嗎 我把最近很多緊密相接的事情 從時局把它連接起來 我們看到幾個很恐怖的事情 1月13號賴清德當選台灣的總統 1月27號這邊有寫 國台辦就提交了 佔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 統戰戰略要點 你沒有看錯 劇本來了 誰來執行 繼續看這些名字 後面的傅崑奇 後面的夏立妍 後面的馬英九又哭又跪 終於求見到習近平 到後來整個國民黨黨團 跟民眾黨黨團 接在做什麼事 毀線賣台 所以第一個定性 第一個定性 這不是一個單純 只是國會改革 它的重點是什麼 要把台灣傷害 是個新型態的攻擊 那過去馬英九時代攻擊什麼 他們攻擊要成立一個買辦的政府 最後太陽花的時候沒有得逞 到了蔡英文時代他們做什麼 他們要去收買 我們說中小企業 中下階層 還有國民票系統 到現在新型態的攻擊產生了 他們直接在國會不言了 5月17號為什麼人民憤怒 那個時候大家還沒有把事情搞清楚 只看到有一群國民黨委員 他們把人當成椅子在摔 我請問我們有什麼資格 把一個認真的國議員 從桌子上抓下來摔到地上 各位 這是反社會行為 這不是國會的工坊 你會不會把一個生命當成椅子這樣摔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些人 他們是犯意變更的 他本來只是國會衝撞 他決定要移不做惡不休 要把人給滅恐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這些人殺紅眼了 我們不能退啊 再看這一章 這是我說的那一天 5月24號在現場 我跟大家講 滿滿的都是年輕人 我覺得非常高興的是 我們國家到關鍵的時候 年輕人會出來救國 他們很清楚啊 沒有討論就不是民主啊 各位這些國議員 本來當國議員是很光榮的事 你們穿著西裝打著領帶 可是進做一些丟人線的事情 很像什麼 很像半夜的時候 我們突然把廚房電燈打開 你看到那些跑來跑去的什麼 人前風光 人後緊張 你們比誰都知道 為什麼你們要加速 加速要做這個國會改革 因為你們知道 你一出手所有人就看到了 54加8 這是社會的公敵 是臺灣的敵人 有些人說 現在是重要的憲法時刻 可是我要講的是人民聽不懂 什麼叫憲法時刻 就是關鍵的時候 這是民主時代 抓假抓的時候 我們要把民主的政治 這些渡從 這去違反政黨政治核心價值 把他抓下來 最後我要說的是 我有兩個疑點要請問 第一個是 為什麼一個在花蓮的地方政治的頭人 會突然變成國民黨的核心人物 為什麼所有的人 不管國民黨任何大大小人物 都必須聽命於他 而且為他臣服 這是什麼問題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背有一個力量 一個重大的轉折力量 我剛剛講的 那個制高點的叫善守則下來了 第二個我要問的是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柯文哲本來說他要藍白河 結果民主黨說不行啊 你自己要選啊不能藍白河 那請問為什麼現在黃國昌變成富水組織的頭 白銀沒有人講任何一句話 代表什麼國民黨徹底的質變了 民眾哪裡徹底質變了 但人民眼睛是血量的 我要講的是這是一個清涼的運動 各位清涼代表什麼 他代表就是幸福 幸福就在臺灣身邊 有人說這次活動看起來很危急 我跟大家講 雖然裡應外合 外面還有飛機 還有船艦在清涼臺灣 裡面有這些背棄臺灣價值的這些國會議員 在傷害臺灣 但是有沒有發現 他們這次的新招數呢 一拍兩瞪眼 所有的人都被標定清楚了 沒有電子投票 只有舉手表決 但是你所做的事情 是我們對你會非常的厭惡 我們會瞧不起這些國會議員 這些羞辱 會隨你任期結束 或被提早罷免 殆盡你自己在政治的坟墓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了國民黨 他們真的地方的議員不緊張嗎